长洲太平清照额族的抢包山比赛 上届失落冠军的郭嘉明 重夺包山王宝座 王家印受成功蝉乱 第五道成为包山后 王虎健报道 3 2 1 有请 各个起势扒 拼命扒 争取最有利位置 向着包山顶进发 这边的王家印也很好 上一届包山后王家印 跟国不让酥味 三爬两泊就爬到上14米高的包山顶 横数最高分的九分包 人人手起包落 手快有 手慢无 不用一分钟 包山顶几乎光秃 剩下一分钟 各位三赛者听不听到 部分人开始转移阵地 抢弓低一点的三分包 要开始下来了 30秒 但爬得高还要下得快 有选手就怀疑被防堕扣锡 结果五个选手 因为未能够在三分钟的时限里 落地面被取消资格 国家明 最后国家明以927分 重夺上届失落的宝座 七度成为包山王 上年比较紧张 今年就比较轻松了一点 有时紧张 想着要赢 去玩 反而水准没那么好 王家印就成功禅乱 第五度成为包山后 叫做多谢另外的一个对手 给一个礼仰 其实有时好说 隔壁两个男生 会不会斯文一点 如果今年斯文一点 变成我们可以多拿些包 比赛包山的包已经抢了 但长洲太平清智直理会 星期四早上 会向市民派发三座包山上 旗面旗过幅的平安包 有线电视记者 王沪言